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4月15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的是中國內地的房地產就是問題 最新的資料顯示 就是中國內地大量的一線城市 二 三線更加不用說了 連一線城市 開始 樓價大跌 部分 可能是早前上車 又或者 最近上車 內地業主 紛紛出來 集體抗議 要求退房 也有 來自內地中介業的人 報料 大爆現在到底內地的樓市 出現 多大的一個不穩定 以及崩潰的浪潮 我們早前也跟大家揭露過 上海的情況 上海 也是一線大城市 而且是中國大陸的金融中心 上海 一樣出現蕭條 還有逃亡潮 我們這一節 一起來看看 中國內地 樓市一樣出現逃亡潮 我們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也是在計劃在4月份 4月尾 我們會繼續舉辦 這個集訓的活動 這個我們的RHKTF 是正式 展開訓練 我們也在接下來計劃 就是要在5月份左右 5月份 開始 是時候搞一個大會 在倫敦這一邊 因為我們早前兩次的大會 都是在英格蘭的北面 我們是時候 將重心轉移回來 不過具體的時間 以及地點 都還未 定下來 大家要留意 我們一有 決定了的時間 就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我們也在計劃 在這個5、6月左右 可能暑假這段時間 就是會 去加拿大 以及美國 我們繼續 去 組織香港人的力量 也繼續宣揚這個 RHKTF 請大家繼續留意我們的訊息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中國內地的樓市 近期 中國內地 例如一線的城市 例如深圳 都出現了這個叫做退房潮 什麼叫做退房潮 就是買了樓 跟著跟你說我現在不要 我要 不是叫撻訂 要求退房 業界人士爆料披露 他說近日很多樓盤 質量 出現了嚴重問題 另一個 大的原因 是因為 中國大陸 的樓房價格 大幅下跌 導致大量的業主 相當不滿 預備要集體抗爭 集體 示威要求退房 在網上 亦都流傳著大量的 影片 內地的視頻 視頻顯示 就是要叫發展商要退房 這個視頻裏面說的是 勤成達 勤成達要退房 示威聲音不斷 大叫要退房 還我這個叫公區 還我車位 還我車位 還我安寧 整個項目 被揭露 偷工 減料 一早就是調查 會發現這個 勤成達 搜尋勤成達 勤成達在國內的搜尋 已經變成了敏感訊息 關於 勤成達大城退房 怎麼退 還有這個 光明勤成達 正大城 那個樓盤名 這個叫做 勤成達 正大城 正在崩塌 這個相關的訊息文章 封閉了 你看不到內容 翻查資料 正大城的位置 是深圳 光明區 落成的時間應該是2020年 現在 似乎 有大量的 內容 爛尾 可能單位就有了 但是裏面的配套設施 通通 全部沒有影 所以引來大量的業主 出來抗議示威 原本有的配套 沒有了 看看相關資料 這個叫做光明區 就是在深圳 的西部 差不多碰着這個叫做保安 根據樓盤廣告 樓盤廣告說到裏面的東西 是一應俱全 網上的資料顯示 原本這個叫做正大城 裏面還有 叫做 旭爾馬大型雙超 還有風情商業街 還有 公交 綜合站 更加有這個叫做綠色生態長廊 現在 似乎是難尾收場 你繼續找這個 是正大城 你會發現相關的訊息 相關的資料 全部是被封鎖 完全找不到東西 業主出來爆料 這個正大城 裝修完全不達標 單位漏水漏電 消防通道 嚴重地狹窄 出現了大量的質量問題 中間還有一個叫做公共區被佔領 要擠壓停車場 深圳 樓盤爆大禍 根據 國內中原地產的資料 這個叫做勤城達正大城的價格 是由人民幣138萬 至271萬左右 根據內地網站 內地網站 防天下 就說這個樓盤 最貴的單位應該是593萬人民幣 現在就是涉嫌 質量根本完全不達標 也有深圳的房地產 中介爆料 現在不只是這個勤城達正大城 還有大量的樓盤 質量全部出現問題 最常見的 就是外場 剝落 然後單位就漏水 甚至乎 是央企 央企的樓盤 一樣 質量 沒有任何保證 最近 房價基本上是大跌 所以有大量買了的業主 相當之不滿 甚至乎 組織反抗 出來要求退款 房地產中介 他說第一個問題是質量問題 第二個就是 高位買了這些樓盤 覺得不服氣 買就買了 但是要退款 完全不能退 更加 爆料說其實現在深圳大量 這些房屋根本就是全部斷工 而這個 發泊房 即是被人打掛的樓房 拿出來拍賣 比市價 低非常之多 整個國內的樓市根本 陷入一個崩盤的狀態 在國內現在的情況 比起香港還要嚴重得多 因為 國內 的樓盤 有價 沒有市 一手樓 地產商 的供貨量 比 你二手樓 多很多 中國大陸還有大量的發展商 要賣樓套現 他 還會繼續在賣樓化 未落成 就已經先賣了 將會有更加多的人中招 更加多的是斷工 現在說的這幾個樓盤 已經 是一些 相當之出名的樓盤 也 搞到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 剛才所說的那個就是正大城 現在正大城維權 變成敏感信息 現在再找正大城的資料 很多都找不到 這樣的一件事 就發生 在這個香港的 北面 過了深圳河 其實真的問大家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 會爆煲 落到香港 現在 中港兩地 區隔 到底在哪裏呢 我們 會繼續和大家留意着中國內地 就是 樓房的訊息 一有再新一點的訊息 又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 在黑池 就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其實就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藏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